我们进来整个那个电脑开机以后呢 第三个选项就是ERP 我们进入ERP的GP系统这里 进来以后呢 然后有一个账号 你们的班级的账号是C字开头 上次有没有讲C开头 然后呢你们座位的码就是你的码 我用C60进来 进来以后密码先不打 进来以后 好 左边 我要先让你们认识 左边这叫做作业清单 这里 作业清单呢 任何一个系统 这么多系统 而且它系统里面有不同的字体 这是像刚刚看的 这是前提的 还有 有英文的 有这个 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 可能是太文了 我忘记了 好几种都有它的 但是里面内容是一样的 你只要上下键移动它就可以 那我们现在呢 回到我们繁体制这个地方来 繁体制这边来 这系统里面 我们的订单管理系统 库存跟基本资料 而且它可以移动的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进来以后呢 在建立作业里面 这么多都是建立作业的 如果我觉得 我行事力很重要 我可以把行事力往上挪到最前面来 对不对 这是可以移动的 然后移动之后呢 假设你移动之后 你在作业完成 你关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你已经被修改了 要不要储存 如果你储存下一次你最喜欢用的 你就会在最上面了 那我不储存的话呢 它就会保持原来的整个的规划 那个系统的原来的位置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要跟同学讲 这个叫做作业清单 那作业清单你进去之后 譬如说进来 你按两次进来以后呢 右手边会呈现出什么 呈现出 这个作业清单 最常用的 不是全部哦 是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一些 它的操作的 的那个作业 好 而且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点 你不需要在这里面找 譬如说建立作业里面呢 有很多 有这么多 那我必须要在这里面找 这个作业 好 那我刚刚讲了 这是作业清单 右手边会呈现什么 呈现它的流程图 或者最常用的一些作业选项 那这里只有选项 因为它是建立作业 如果说我们是到 好到这个采购里面来看 假设是订单 订单系统呢 它就是流程图的呈现方法了 流程图 从客户的建立作业开始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客户给你报价 要你报价 你就要做报价作业了 其实报价作业呢 是在这里面会有一些 譬如说异动 报价情绪 或者基本资料 我可以做一些单据 在这里面找的 你们要常常要在这里面找 那它为了方便你起建 它可以把直接做流程图 你要报价 可是当你要报价前 如果这个是新客户 它会有一个客户资料建立 它就点进去以后 就可以建立我的客户的资料了 这种概念 那这个图呢 我们称它流程图 因为它是有一些 逻辑性的概念 当然在业界里面呢 企业界里面呢 他们有另外一个名称 它也许叫做什么 叫做水管图 好像水管在跑一样 好这是第二个要认识的 第三个要你们认识的是什么呢 要你们认识的是说 这上面有很多下拉式的 你在看任何一个软体 必须要看下拉式功能是什么 这里面说它会显示出城市的清单 也许你们现在不需要那么清楚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的IT 也就是说城市人员呢 他们在做的 作业的还要了解的 或者说比较高阶的人 可以看说 我现在作业清单有哪一些 接下来 这里还有一个 它上面会呈现 这个会呈现说 叫做报表工作助列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这也是考题 助列只是呈现出 我们的电脑整个系统 你要做任何一个工作的时候呢 它会怎么样 它会储存在我们的主机上面 你们的主机呢 现在在公管系那边 所以你们如果说做报表啦 做任何跟报表有关的一些工作 它会先暂存 譬如说公司有200个人 那200个人的资料 通通会存在电脑上面 它会暗序给你做列印的工作 所以它会有一个暂存 那等到讲报表的时候 告诉你们 这里面会怎么样去查它 那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当你要重新登录 譬如说 我现在代表一个公司 或代表一个业务人员 然后呢 我要另外再去 跳出去 再到别的地方去 我可以跳过来 我可以输入59 到59 那个工资距离 它就直接跳到59这边 那资料就改变了 就不是你的资料 这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好 接下来呢 这里还有 这里还有什么呢 是属于我们整个 你看到问号这种 就是什么 一定是 可以让你随时查询的 查询它的系统 到底是 作业的基本操作是怎么样 这是线上的 我们讲Hackkey 线上让你查询的 好 大概这里面会有这么多 我们要用到的 接下来呢 我第五章五字一页 如果说你们看到你们的书本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 会是这个样子 第五章 告诉你说基本操作 从第一个进来开始 进来怎么进来以后 接下来 刚刚我讲的系统是怎么样的作业系统清单 然后它的整个作业的一个水管图或者流程图 好 接下来这里面要跟你说明一下 这有四种 作业清单里面会有四种 一个叫建立作业 一个叫做列印 一个叫做批次 一个叫做查询 好 这也是考题哦 这也是考题哦 我们回来我们的软体看看 你看 当我们要建立的时候 就是I Input 要建立 这是黄颜色的 而且是属于一个I字 出现 那如果说 现在是 这里面是查询的 是变成这样子 也许宝蓝色吧 什么蓝色 然后是Q 是一个查询 那如果说列印呢 列印是一个 叫做report 是绿色的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批次 批次 批次 批次是红颜色的 而且是Batch B-A-T-C-H Batch 这在我们的考试考题里面 也会有这种 这种考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进入 它告诉你说 我要进入什么呢 流程图里面进入另外一个 画面 当我进入画面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认识整个画面 我们进来画面看看 画面进来 假设 假设我们先进入第一个画面 叫做什么呢 第一个画面叫做品号 品号查询 那品号会在哪里呢 品号不会在订单 也不会在采购 一定会在库存 库存里面呢 会有一个叫品号建立 在这里 品号是要建立作业 好 品号 看一下喔 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每一种作业清单 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要建立品号的时候呢 你可能可以先查询 你要查询 所以今天第一个 要告诉你的 除了认识 刚刚认识整个 作业清单之外呢 我要告诉你们 我们要怎么样来查询 怎么样来查询 在这里 好 品号在这里 我要怎么样去做查询的工作 这查询在这里 这叫查询 这叫新增 任何一个作业清单都要新增 新增完以后呢 或者说你还没新增之前 你可以查询 好 作业单据 作业单据喔 除了可以查询 可以新增之外呢 应该 作业单据应该可以修改吧 这是逻辑想法喔 这是修改 然后可以不可以删除 可以 对不对 可以不可以列印 对不对 好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串查 什么叫串查呢 串查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要做这个作业的时候 跟它有关的作业清单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查 查它的状况 像品号呢 直接有关的是 库存的情形 它就查库存了 如果不是品号的话呢 譬如说 假设我们做一个另外一个 订单 假设我找一个订单的 假设我说一个报价单 一个报价单串查的时候 可以串查很多东西 跟它有关的 这里面有客户的资料可以串查 标准查价嘛 标准价格 品号 价格的计算 还有它当时的历史 这个品号它的历史的价格 等等都可以查 所以每一种 每一种这个 譬如说销货单 销货单也是这个样子 也有串查 它串查的东西就不同了 这样知道吗 它把相关的东西摆在一起 让你去串查 好我同时用这也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 这上面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这里面有单笔 手笔上一笔 等一下我会说明 接下来是储存 假设你单据做好以后 你必须要储存 储存完 然后呢 你也可以取消 或者说 假设是一个 报价单 它可以输出到Excel 等一下我也做一次给你看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主管要确认你的单据啊 然后你也可以取消确认 或者作废单据 等等 那这里面 我后面的部分我先不讲 这后面会有什么呢 会有一些叫做复制的功能 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从报价单变成请购单 可能变成采购单 那这个叫做可以用复制的方式来做 当然你可以用复制前置的 或者复制销货单 复制它 相关它会给你列在一起 不相关它就不会在一起了 那还有一些发票资料你可以查 然后呢 它的整个 假设金额不一样的方式的话呢 它可以做定金资料的维护等等 这里面还有信用额度啦 还有等等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去查的 那有可能 有可能每一种单据 在后面这个部分会不同 为什么会不同 譬如说报价单 可能就没有 复制单据的功能在咯 因为它最前面的 那这种概念 好 这是前面我跟你讲它的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